你好,中美爭霸威,大家好 這段影片播出是7月2日的,6月30日 想說美國那邊的東西多一點 拜登其實在6月去了兩個地方 一個是G7的峰會 另一個是北約的峰會 另一邊其實在中國或者俄羅斯那邊 搞金磚國家論壇 這三個會可以說是6月的主題 當然了,G7要金磚國家會抗容 日文是代表一個反美、反西方霸權的陣營擴充 另一邊,G7就說要 制裁俄羅斯 但是說的那些是廢話 但是呢,說那些制裁 待會再說詳細就是制裁些什麼 就是制裁俄羅斯,制裁得太多又沒什麼用 所以其實好像是說廢話那樣 但是也是爆出馬克龍在知識峰會裡面 就是在拜登面前落拜登面 稍後再說怎麼落拜登 另外呢,其實我想說墮胎權在美國國內有什麼進展 這個代表著美國的一個趨勢 就是再基督化的趨勢 看來呢,美國呢 在右翼,即是說傳統基督教的力量呢 是走上一個上升的情況 待會再說吧 好,那我們先進正題 請大家訂閱,賀志光有受必記憤導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天的12點鐘或者晚上的時候 看下什麼片出 好,那我們就進正題了 首先呢,昨天是說 立陶宛會不會縮沙的問題 因為到我這一刻做節目這一刻 6月30日 都沒有一些西方的新聞convert 我看中文那邊的新聞呢 只是說立陶宛容許俄羅斯的管道輸送能源 即是說可能是石油,可能是天然氣 進入去加里寧格蘭 格蘭 那就只有這麼多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做呢 因為我始終都看不到西方的新聞這樣報 會不會不報的原因是西方想 逼立陶宛不要這樣做呢 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之後才談 但是呢,很明顯的 傳出這些消息 可能立陶宛是有想過 做不做,落不落實呢 現在都是受到西方的勢力 在干擾著,我相信 但是如果立陶宛什麼都不做的話 我相信呢 踏入七月呢 這個立陶宛或者整個波羅的海三角呢 有可能會亡國的 如果你看看地圖來說呢 我們昨天說這個 蘇瓦烏基走廊 就是說 維爾紐斯首東和巧納斯爾南的地方 可以全部歸進去 蘇瓦烏基走廊吧 但是 如果我俄羅斯要 去入侵 波羅的海三角 其實裡面只有北約的軍隊大約一二千人左右 其實人數是太少的 如果你說俄羅斯揮軍打進去 那你波蘭敢不敢 幫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利亞先 如果波蘭不肯幫 那有什麼國家幫呢 沒有國家幫 那可能呢 俄羅斯在短時間內 就征服大部分的地區 剩下三個首都慢慢圍 那你們西方敢不敢 大量派兵保護它呢 我昨天的節目已經說了 都說了 喂 你葡萄牙 被這個 印度吞併了 果瓦里的殖民地 北約沒有幫他們的 在1961年 或者是法國 控制的殖民地 在阿爾及利亞 整個畢業都沒有人幫他 所以呢 我說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利亞 會不會說短時間內亡國呢 我不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這個我先說了這麼多 我們再看看將來的發展 那當然 在美國那邊 其實每天都聽到一些槍擊案 你在英國那邊有時候 看一些新聞就很好笑 又聽到一些律師要罷工 或者是一些醫生也要罷工 什麼人都要罷工 跟著就說 喂 因為呢 通脹上到9.1%在英國 那所以呢 其實西方呢 普遍的國家都是在亂的 在美國境內呢 其實那些人呢 就無日無之的了 要不就寧願扣 就是去搶東西 去超級市場 以前都說過給你聽了 你越搶東西 就越去保險 那些保險越加 那就越死了 是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美國國內的通脹呢 這些都是治理的無能之下呢 踏上去 究竟加息是否可以 壓止通脹呢 其實我是有點懷疑的 因為 其實 如果人民習慣了 你搶劫 而是沒有人阻它 每個人都有槍嘛 阻礙你隨時和你槍戰 不如隨你搶吧 是吧 CAM這些保險就算了 但是保險就不斷加價 加完價的成本就下回去 那個 那個物件之上 那個價格之上 是吧 這個是治理問題的通脹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拜登說 在7月中 會去沙地熊亞聯誘 我們以為沙地熊亞聯誘 是肯大量增產石油的 現在按照我們所知呢 兩個國家呢 好像就是 管理說 叫他5月 給拜登去 拖到7月 但是現在你給拜登去呢 兩個國家呢 就在那支7會議裡 就經馬克龍放風 馬克龍也是當面 下拜登面 就說喂 阿聯誘已經沒有 剩餘產能了 接著呢 這個沙地就說 還有15萬桶的剩餘產能 這樣就可以每日增加15萬桶石油 15萬桶石油呢 是很少的 全球每日呢 是用1億桶石油 15萬桶 太少了 1%都沒有 所以呢 對油價的影響應該是很小 就是說拜登 人家沙地 叫做勉勉強強 給拜登 但是呢 就說 我把15萬的 每日新增15萬桶的 產能 是這麼多 不會再多了 就是代表著 拜登 得不到沙地的尊重 沙地不理你 那因為呢 沙地 他們本身的背景 和共和黨 真是綁得好死 那就是說 拜登周圍求人 求完伊朗 伊朗就加入金磚國家 就是去反你 是不是 接著去求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又不理你 是不是 這些國家就說 喂你美國死了我不幫了 大家不會增產石油 他們的石油都不會留給西方 不會幫你壓抑油價 現在就是這樣了 接著你共和黨那些 國內的石油生產商 你強行用一些 作弊 Treating的方法 搶到總統這個位置 令到我們 共和黨後面這些金主這些石油商 沒有辦法去控制政權 那你上台經常搞環保嘛 那現在通脹高企 我當然不幫你啦 最好通脹繼續升高 扯到11月頭啦 讓我們共和黨 支持的人 霸佔眾議會 和參議院嘛 參議院現在的局勢就50對50啦 共和黨50席 民主黨50席 民主黨控制到參議院 是因為還有一個副總統 但是就是這樣了 那現在的形勢呢 看來呢 共和黨一定會重奪參議院 甚至是眾議院 特朗普很有機會 做眾議院的議長 代替佩洛西 因為呢 拜登呢 在國內 的支持率呢 已經跌到35了 那就是這個形勢上呢 拜登搞什麼都死 他一上台去玩環保嘛 得罪共和黨嘛 現在空脹高企 是不是啊 人家不幫你 沙地 是共和黨的Fan 不如我也是不幫你 免得罪共和黨 你說要來探 我就讓你來咯 不過來的 你是白虛 即是拜登呢 是一個在 整個困境裡面 受膽支出 爆出沙地和阿聯酋 不會增產的這件事 這個馬克龍也是下去面 所以說拜登表面 上台的時候 說 I am back 或者美國回來了 說要統理西方 但是現在呢 很明顯整個西方呢 可以說分崩離戚 因為很明顯法國 德國這些 不想你烏克蘭繼續撐下去 你快點投降 其實 理解是這樣 所以說你 英國、美國 想烏克蘭繼續打 但是德國、法國呢 又不想 那就是說 你西方基本上 表面 團結 實質 分裂 可以說呢 整個G7會議 說些事情是無聊 怎樣無聊呢 說我 要限制這個 俄羅斯石油的價格 那俄羅斯就答他 你限制我的價格 我不供應給你 你便買二手 我做什麼事要益你啊 那就是說 你去限制俄羅斯的石油的價格 你說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不適合俄羅斯的價格 就不賣給你了 最後二手賣給你 別人二手的便跟國際油價 你俄羅斯跟你關係差 你為什麼你說限制他的價格 那你限制價格 俄羅斯不滿意的價格 便不賣給你 那是不是真的說些無聊的事情 另一邊又說 我們說不約國家不買俄羅斯的金 因為全世界呢 現在呢 俄羅斯生產黃金的數字呢 不知道一和二之間 世界排第一或者第二之間 而問題是在這個時代裡面 金是一個真正的硬通貨來的 就是這個世界呢 大家看到這個世界呢 隨著不斷有新的戰爭發生 你立陶宛隨時打仗 是不是啊 和俄羅斯 俄羅斯的烏蘭在打仗 那遲些會不會多一些戰爭再爆出來呢 譬如說台海啊 或者南北韓 那你金是一定是有價有市有價的啦 等於俄羅斯的能源啊 肥料啊 糧食那樣 那你限制你們西方不買 就代表著這個世界上的人不買嗎 那些人買了 你們要的時候 真的是二手 賣回給你咯 那就是說說了等於沒有說了 G7 這個是G7 基本上廢 那在北約峰會那裏呢 有些成果 就是呢 土耳其呢 跟呢 這個芬蘭和瑞典呢 談好了啦 芬蘭和瑞典呢 都不會再包庇富伊德 那些工人黨那些的領袖 就可能就會說 我現在遷就你土耳其了 芬蘭和瑞典呢 也都會跟呢 土耳其做軍事合作 那可能美國呢 不知道是不是跟土耳其呢 偷偷地談妥些事情的 或者是說原本呢 土耳其引入了呢 S48之後呢 就說 將土耳其呢 本來有份參與呢 這個的 F-35戰機的 F-35戰機的製造 的一些 PASS那些東西呢 那本來美國就將它剪掉了 究竟現在 土耳其放 這個瑞典 和芬蘭這件事裡面 美國會不會真的輸送了一些利益 給土耳其 將F-35的一些科技 轉秀給土耳其呢 這些我們再詳細看了 土耳其呢 就敲燭光成功 這個就是它的事實 但是另一邊呢 可以說呢 土耳其也看到 你俄羅斯 在烏克蘭裡面 越打越順 甚至 已經在計劃著 騰空隻手 攻打波羅的海三國 那所以呢 土耳其呢 就不想俄羅斯崛起得太快呢 就放你芬蘭進去咯 但是在我角度來講呢 芬蘭和美國之間 和俄羅斯之間的邊界有1000公里那麼長 但是芬蘭敢不敢 和俄羅斯打仗呢 就算說你芬蘭加入了北約 其實我相信俄羅斯不會立刻打的 因為俄羅斯的角度來講呢 烏克蘭和芬蘭和波羅的海三國是不同的 烏克蘭呢 基本上和俄羅斯是同一個民族來的 俄羅斯人來看 所以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話 俄羅斯的那個可能是自己的鄉下 就是說整個東斯拉夫人的根源在基庫上 就是說呢 那個祖先神位呢 擺在基庫上 所以俄羅斯的角度來講呢 不可以容忍烏克蘭加入北約 但是 芬蘭加入呢 未必是這麼嚴重的 我就是這樣看啦 OK 這裡先說這麼多 那倒轉吧 美國國內 這個關於墮胎權的問題呢 事實上的發展也挺嚴重的 羅素韋德 韋德是一個 1973年時代的一個檢控官來的 地方檢控官來的 地方檢控官 專門拘捕那些女人去墮胎的 那因為呢 在1973年之前呢 美國有很多個州都是禁止墮胎 那這個在德州那邊呢 這個是 叫亨利韋德的人呢 是一個地方檢察官 專門拘捕那些女性墮胎 所以呢 羅呢 羅素韋德案呢 就是說 羅 是一個 婦女 是一個懷孕的婦女 她的代號叫羅 她就控告韋德 所以就是羅素韋德案 那無論怎樣也好 那我之前也是交代過了 整宗案是很 那些邏輯是很勉強的 就說因為女人呢 墮胎不墮胎有私隱權 然後呢 那私隱權就上綱上線 變成了 憲法保護了她墮胎 那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憲法根本就沒有寫墮胎的東西了 所以呢 這麼勉強去搞了這宗案的時候呢 其實 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呢 基本上很想推翻這宗案 推翻了很多年 但是呢 關鍵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呢 就在他任內 不知道為什麼不幸運了 有成呢 即是在奧巴馬年代 已經死了一個法官的了 那個法官是一個自由派的法官 但是奧巴馬呢 本來想押忍他呢 因為那個參議院由共和黨控制 所以就沒有辦法 委任到呢 這個的 奧巴馬心儀的 最高法院法官進去 那到奧巴馬就說 算了 現在我委任不了 希拉里贏了 我就一樣委任不了 怎麼知道希拉里輸了 那所以呢 那時候來講呢 就是 沒有的 自由派的法官少了一個 由五個 變成四個 這個情況是這樣 那後來呢 在這個特朗普去到任期的中間 有一個法官呢 就趁自己還沒死呢 就退休 他是一個保守派法官 那跟著呢 換回第二個上去 那這件事情都解決了 那仍然為止五對四 但是最後呢 有一個的自由派法官叫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呢 在2020年的 下半年九月就死了 那他死了的時候呢 剩下兩個月就是美國總統大選了 那呢 特朗普呢 因為和共和黨控制了 這個的 參議院 就快速地通過了 委任新的法官 我將力量平衡由 五對四變成六對三 這個是可以說 特朗普呢 是這個推翻羅素韋德案的關鍵來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六個保守派的法官呢 即六對三 就是九個法官裏面 有六個是保守派 三個是自由派 就是民主黨那邊 那這六個法官裏面呢 有三個呢 都是很年輕的 現在四十幾五十歲 所以可以做幾十年的大法官 所以共和黨這個優勢呢 事實實上是很強的 所以現在美國國內呢 就說 要找人暗殺這些法官 我殺死了你共和黨的法官呢 拜登任來就可以委任自由派的法官 美國呢去到這麼極端 就是美國國內 現在說要追殺 這些親共和黨的最高法院法官 看看會不會發生呢 我猜是會發生不到的 如果發生了的話 就很醜樣的了 美國 就是原來最高法院的法官 原來呢 都可以因為他們的判案呢 被殺 那就真的沒有什麼民主自由人權的了 那些事情全部搞笑的 但是這個很明顯呢 就是說 原來 美國呢 在1973年之前呢 基本上呢 無論民主和共和兩黨呢 都是會支持墮胎權的 其實美國人呢 在他們呢 最強盛的日子 五十年代去到七十年代 是他們比較強盛的日子 當然啦 去到 越戰的時候 有所衰落 但是美國基本上的力量都比較強大的 他們也會認為就是 喂 你給那些婦女墮胎 是沒有實的選擇啦 是不是 但是問題呢 去到 1973年這個羅素韋德案呢 一通過了之後呢 那些的基督徒 或者是保守勢力呢 就好像由睡覺呢 就騷醒了 下了 就是美國不再走在一個 親機的教育路線 可以說 從1973年 這個羅素韋德案開始 就是那些自由派全面勝利 所以美國近這幾十年 這四十幾年 49年呢 就是不斷通過這些 對自由派有利的法案 譬如說 2015年通過就是說 同性家庭啊這些 所以美國國內裡面 是猶太人支持這些 自由派的法官啦 支持這些社會的宣講 不斷去講LGBT 或者是這些墮胎權的東西 就是為了要打壓基督教 問題就是 基督教越被你打壓呢 現在是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反彈 猶太人打壓基督教的原因 我以前也說過 就是說 怕你基督徒越做世代的時候 就開始按照基督教歷世歷代 就說 哎呀 猶太人 逼死了耶穌 所以 就要 逼害猶太人 猶太人最怕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控制了社會利用資本的時候 盡量鼓吹一些反基督教的思維 譬如說你們基督徒 是不支持墮胎權的 那我就慢地推廣墮胎權 你們基督徒反對同性戀 我就推廣同性戀 你們基督徒反對 那些逆服 或者是反對 那些 那些 那些男人吃女性汗 以無辨人妖 我就越瘋狂去推廣這些東西 這個是為了猶太人 要為了將基督教徹底打壓的一些行為 但問題就是 你壓力越大 反抗越大 你現在問題就是 猶太人對基督教的打壓力量太大了 到處 現在在拜登的年代裡面 經常找一些官員 譬如說找一些人妖 找一些變性人 做一些政府高官 要是找一個同性戀者 去做交通部部長 接著 去收養小朋友 就說因為要性別平權 所以 他是搞同性戀的 都要拿產假 喂 你是一個男人來的 你收養嬰兒 怎麼會要拿產假的呢 這些是否叫荒謬呢 但是猶太人支持 猶太人支持 很多這些法官都盤上這些 狗不辣答白的事情 現在問題就是 因為猶太人的壓力太大的時候 令到基督徒很團結 最後推了特朗普進去 現在特朗普 被你猶太人強硬打壓 用各樣的方法作弊的時候 我基督徒的力量更加澎湃地反撲 我不是說以一個基督徒 因為我是基督徒而已 我是反新教的 而美國國內的主導的力量 是新教的 你猶太人對基督徒打壓 去到太瘋狂了 你不斷用這些 這些 可以說鼓勵濫交的資訊 你不斷用這些 同性戀 變性人的東西 或者墮胎權的 是想著打壓基督徒的時候 大家 現在 你打壓到特朗普 不能連任 那些人更加瘋狂支持特朗普 現在問題就是 特朗普 他下面控制的共和黨 共和黨已經徹底特朗普化 將所有 不知道反對特朗普的人 都已經完全邊緣化 現在問題就是 特朗普在被你猶太人打壓之下 變成一個新一代的希特拉 他上台 一定是會 對你猶太人 絕地反擊的 我們去看看 將來的發展是怎樣 我是猶太人 要不就放你特朗普 早點上台 拜登如果輸了中期選舉之後 索性 叫賀錦麗收皮 讓你猶太人上台 跟著 如果特朗普提早上台 以 眾議院議長的身份 替補成為總統的話 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和特朗普交換利益 也舒緩 猶太人和基督教派的矛盾 這個可能會好些 但是如果 如果 你這次猶太人繼續用出術的方法 阻止共和黨 重得權力的話 美國是有機會爆發內戰的 我先趕著這麼多